台中市议会决定在5月1号起到7月9号 要召开第三届第三次的定期会 为期70天的会期将会应订防疫的规定 大会将限制市府官员的出席人数 将议事堂控制在100人以内 而大会只能会有16位的市府官员进入到议事堂 其余的官员在后方的官员休息室待命 而另外议会工作人员记者人数都将缩解 台中市议会即将在5月1号到7月9号召开第三届第三次的定期会 不过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为了遵守防疫规定 大会时将限制市府官员出席人数 将议事堂控制在100人以内 如果说轮到我来总咨询15分钟 那我是不是我们先找一个位置 就在中间那个位置 那以外第二个第三个就可以进来这样做就好了 以外议员是不是说都在研究室 反正你知道你自己的时间嘛 你自己的时间要加钱你下去就好了 我是说这个建议啦 不要让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坐这样好不好 市议会表示台中市议员共65席 市府官员就达31人 为了控制人数局处长的座位必须间隔 仅能有一半局处长在议事堂内 其他则在后方的官员休息室待命 议会工作人员记者也会缩减人数 一定奉行中央流行疫情的指揮中心 第一个条件就是室内不超过100人 再怎么开会 那当然尊重议员 议员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控制 那只有控制大概就是会控制在 我们市府的行政所长 但是在大会的时候 因为议员都要进来 那时候一定要用隔板 那隔板的时候呢 跟议长有谈过 也跟各位党团有协商过 就是说尊重议员你要坐着发言也可以 你要站着发言也可以 市议会表示不能限制议员进入议事堂 为了安全起见 会在议员座位加装压克力隔板 议员们要坐着或是站着发言都可以 今天召唤台中采访报道